不断地提升疫情防控科学精准水平 我们要求各地加快精准地做好流道工作 这个疫情防控不能简单化 不能过大范围划定风险区域 不能以静默代替管控 要及时精准划定中高风险 中高风险区域 及时采取坚决果冻的管控措施 并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符合解封条件的 要及时解封 方便群众生活及出行 对风险区域之外的 比如学校餐饮等单位 要加强疫情监测 坚决避免一关了之 最大程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的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